近日,据西班牙权威媒体科贝电台透露,西班牙足协拒绝了西甲在美国踢联赛的申请。 相关人士对科贝电台表示,西甲联赛去美国踢的可能性为零。此前西甲联盟官方宣布,西甲联盟与巴塞罗那和赫罗那向西班牙足协提交申请,1月26日两队前往美国踢比赛。 此前巴塞罗那和赫罗那的正式申请据该媒体透露,西班牙足协主席卢比亚莱斯已经拒绝了这一项提议,且足协已经通知西甲联盟,表明了态度,坚决否定该提议。 此前,菲特主席就反对到美国踢西甲,因凡帝诺表示,我更喜欢看到在美国踢MLS美国职业大联盟的比赛,而不是西甲联赛,在足球界,你应该在本国踢联赛,而不是在国外踢,每个联赛都必须遵守这样的规定。 不该有特殊原因,目前我们还没有得到相关情况的官方确认,我们会在之后进行分析,尽管如此,西甲主席特尔斯依然强调,就像我说的一样,这件事有90%的可能。 感谢观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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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谢观看